我来帮女方做一个男闺蜜方面的测试 你也听着 我问女方几个问题 你在跟你的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男闺蜜 然后发信息给她 我会 我跟她说过 好 你们对彼此有昵称 没有呀 就是直接叫名字 直接叫名字 好 那就不算有昵称 动不动会找她帮忙 比如说修个电脑 或者去搬一个什么 比较重的这种的东西 你都会去找她帮忙 不会找男朋友 对吧 因为她不在 好 因为男朋友没时间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晚上十点以后 你们还在闲聊 发微信 甚至睡觉前会互道晚安 有吗 我觉得也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但是偶尔会 偶尔 偶尔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也不是很高 差不多适中 一个礼拜几天 一个礼拜有三四天的样子 七天有三四天 在跟她十点以后发微信 然后道晚安 做完以上的测试 我给一个答案 这不叫男闺蜜 就是云备胎 通过你对她秒回微信 通过你有什么问题 都会向她倾诉 包括你男朋友 对你怎么不好 她为什么会知道 一定是从你的口中 给了她这些讯息 所以说她之所以能够 这么紧密地关心你 陪伴你 是因为你把这扇窗户打开了 给了她机会 所以她才能够接近你 靠近你 如果你始终是有着自己心理防线 一直紧关这扇窗的话 她不会成为你的男闺蜜 男生你要意识到 现在局面就是这样 而且我给你的忠告是什么呢 不是说六年以上的感情 就不需要经营 不需要浪漫了 浪漫是要细水长流的 你没听说过七年之痒吗 如果在最危机的时刻 你还在四亿万维地 去放任你的感情 你最后收获的 就真的就是男闺蜜 如果之后 再有另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不能用这样散漫的态度 去面对这段感情 否则最后 只有自己伤心而已 还有就是想忠告 最后忠告女生一点 就是如果你在真心真意 爱一个人的时候 那你就要为他守住这扇窗 如果你觉得我不爱了 你就大大方方 直直白白告诉他 你对我不好 我想要寻找其他的 爱我的男人 说出来没有什么可耻的 让我们大家现在觉得 心里面不舒服的 反而是你这种隐隐藏藏 折折掩掩 知道了吗 好 谢谢二位 这个男闺蜜的出现 起到了很好的一面镜子的作用 的确 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为她做点什么 而你的确有点冷落了她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女人 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 因为需要陪伴 而让别的男人趁虚而入 这个女人迟早不是你的 姑娘 人生是要有主刺的 你太多的地方不分主刺 大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 挣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也没有错 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你是个学生 你主要的责任在于 好好地读书 将来找份好工作 适当地坚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整天只知道所谓的应酬 和坚持 而忽视了学习 那是本末倒置 虽然我根本不相信 男女之间有所谓 纯粹的友谊 但是如果有一个所谓 相对于较好的男性朋友 也可以理解 但如果好的主刺不分 超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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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